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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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那個用比例到太大 我就覺得啊有困了喔 其實我覺得我們庫子筆齁 真的有上山的同學可以怎麼樣 多去解 因為像這種成…這個已經是 那個二指町的筆 但是呢 我覺得他還是可以再有 二指町的筆齁 對這個是二指町 然後但是同學如果再去剪 其實還是有不同的 畫出來的感覺 真的會不大一樣 像我們平常 附近周遭剪的可能你會覺得 比較硬一點 那個線條就沒有一些 有些牽絲帶出來很漂亮 那是因為什麼 它可能不一定是枯絲 它可能是柳條 那那個柳條會有一點點的彈性 你就會覺得它就會 好像有一點點彈性 就會帶出牽絲 比較硬 風吹畫感 那有沒有線 它沒有線我們可以自己帶 不只是 自己帶 有線條 主要的 重色的地方 重色的地方 沒有線條 被牽絲的地方 是 有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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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重 重 你看畫面本來就是重一點的地方 你在上的時候 你也可以重一點 就不要怕什麼畫面 可是你畫圖的比較重 對啊 你看我畫真的重 我也會混 會覺得它 然後一下就揪 就 揪 對啊 都用不到墨水用完 好 那它這邊邊我已經畫不到了 所以我只能畫它整個畫 差不多是這樣子 就像這樣 只想要是不是帶一隻 好 剩下這個 只是加點去加而已 只是加點加一下 都要注意去轉筆 好 其他都一去加點加一下 好 其他都一去加點加一下 就像其實打稿 水彩的設計畫 非常好畫 好 這樣就可以了齁 那我現在可以做了 好 這樣就可以了齁 好 那我們畫到這樣的時候 那我們畫到這樣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上色了 那時候就已經可以上色了 先看一下 其實真的是很簡單 那有些線條 你重一點是因為 因為我們一染水之後 同學一定試過 它會變淡對不對 那所以你有些線條重一點 是為了染水之後 它還留下來 你就會覺得好像還不錯 還蠻好看的 所以就可以一邊下的時候 有輕有重 然後去玩一下那個補助 好 然後這裡也是 我直接下 其實這整塊都很重的感覺 所以同學看到 我的運筆的線條 不一定有沒有 不一定是 朝什麼方向 那有些直的 有些是很 就是依照你 覺得畫的感覺 依照你畫的感覺 然後一邊畫呢 其實我們一邊畫可以講 就是一邊去 再補強我們想要的那個輪廓線 如果有些線 你覺得一開始畫 到時候突然好像看不見了 那你就是在補強它 這邊也有一個厚度 然後把它再補出來 然後像這樣子 我們大致上上了一層之後呢 那有些地方有什麼 轉折面 我們那時候講過說 這到底是什麼 就是說 有些地方有轉折面的地方 你要強調那個面積的時候 我們已經沒有辦法 用線條去表現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我們可以看一下 上次有練習過 所以我們繼續把它加深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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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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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色签的那一张,就是画脸色山页的那一张 一边一边,但是呢,有的时候你画完了不想涂色的话,那你就画 你画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画一画,你也不知道这样画是好 然后发现最好的时候,你就是可以 帮助自己判断,是不是要画到什么时候就停下来 就是叫做,增一分则什么,少一分则什么,就是那个意思 好,那我如果这边就强调差不多就到这的时候 我可以做 黑白的,你一把它变黑白,你就知道我们哪边要加准 这个同样的哦,同样的 不然这一张很明显 同样的,它是A的定格上 然后因为这一块很重哦,我其实也在想 就是这么多的nt RI 1 ρό毕者